任柯老师你听下这个想法可不可以 他说我要成为一个Rockstar 组一个乐队然后解散 一批我只卖一百张 解散之后一下子涨到三千块 给我看看谁写的 而且他很自信的把自己名字写得非常大 跟你那天送过我的奖状上的名字 一曲同工之妙 这个非常好 这个idea非常好 这个才能成为一个Rockstar 你不会要心动了吧 别心动别心动 这节目一播出热搜第一名 五条人解散 这个有意思 这个小女孩说她小时候胸口被烫过 然后她就不想让别人看到 然后有一年看到香飞姓蝴蝶 她觉得自己这个巴很像蝴蝶 她就再也不怕了 这位朋友分享了她小时候的一件事情 然后一直没有敢跟大家说 然后她表示感觉是自己的错误 没有懂得防守和保护自己 但我觉得真的不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还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 好好地保护好自己 这个故事在我心中隐藏了33年 对我感触挺深的就是一个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把秘密守到了今天 在这个空间里把这些话写下来 倾诉了自己的压力 也是把这种压力进行了一个缓解 我觉得是一种跟自己和解的很好的方式 这是一种解脱 解脱 说明人的内心它隐藏的秘密 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多 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快乐 都是无法分担和分享的 说得特别好 只能到这种地方 对 是是是 另外的话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是你永远想象不到的 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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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